有些人看樣子,有些人看腿,有些人看胸 那你看什麼? 有空就說這次了 大家好,今天我邀請了 我男朋友阿王,他在一起拍片 上星期就在IG追過post 問有沒有任何感情煩惱,或者感情問題 我們就聊聊天 就已經選了10條問題出來 今天就和他一起去答 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 男朋友最近好像變了,最近事業有成 又重拾了興趣,忽略了我很多 對我態度都差了,跟他聊,他叫我一是接走一是走 我覺得事業有成是好的 好嘗嘗 你沒理由要求他在事業上降一步,為了陪你 嗯,還有去到某一個年紀是應該專注事業 重拾了興趣,就看看是什麼興趣 重拾興趣,落了去蘭桂坊店的話 我覺得是絕對有問題的 看看他的興趣是什麼 其實一個正常人,或者一個比較正常的人 對於Work-Life-Balance這件事應該是要做的 Live那部分除了女朋友的這件事之外 其實都還需要其他東西 但他的態度是真的很絕情 對,要麼接手要麼走 你作為一個男生,為什麼會這樣說 就是想你不要煩我 就是覺得女朋友太煩了 管得太多 我覺得 怎麼了 你不要這麼貓底住 我覺得有些興趣,譬如看漫畫或者其他東西 總有些興趣的女朋友是可以一起專注 譬如他看漫畫 我會跟他看同一套 甚至我可能有時候看得快過他 看得多過他 即是他都說到要麼走,要麼接受 那你試一下接受 先接受吧,看看是什麼環境 如果是可以參與到的興趣 那就試一下一起去做 或者你會喜歡那件事 但是如果最後發現他的興趣 你真的完全接受不到 那你都唯有是走 第二條是問 怎樣令男朋友儲錢 他今年26歲了 大家都認定了大家是結婚對象 但是戶口只有10萬元左右 哇,說錢 他每個月賺1萬8元人工 他26歲加上養家儲到10萬元 我覺得他挺厲害的 但是如果他在賺5-6萬元 然後... 只有10萬元 又不用怎樣養家 儲得10萬元 那就好像比較壞 即是隔壁那個人做什麼 會令你更加... 儲得錢呢? 即是例如少點出街啊 可能大肚會 什麼啊? 可能有BB會 沒有啦 想不到 即是一個人無心儲錢的話 你跟他說多少現實的事情 其實他也是不儲的 是啊,他有很多方法去洗錢 如果他還是每天都在打遊戲 貴出新遊戲 他都會買的 即是他課金 沒錯啊 下一個問題呢 是一個男生問的 一開始有一個女生對你很熱情 經常找你慢慢喜歡他 但後來發現 原來很多男生都是這樣做的 想忘記他的時候 他又撩回你 那你可以變 他問你做什麼? 沒有一起 其實你找個第二個 就已經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覺得他不守輔導啊 是那些孝婆守不老寡的話 其實你直接Block了他 我覺得他喜歡 就跟他說一下 那你不是知道他怎麼想嗎? 那他不接受呢? 不接受? 不接受? 那你就這輩子都記得吧 在自己胡思亂想 又不知道對面有什麼 耶 朋友和愛情只可以選一樣 你會選什麼? 朋友和愛情只可以選一樣 即是如果這個世界上 所有人都死實了 不是他們那群人死就是我死 那你寧願誰死呢? 嘩 嘩 差點出事 不需要這樣選 我覺得 即是你這題要PASS 不要緊 我準備了後面的題目 不是啊 好 下一題 交友APP 認識男朋友 試不試得過? 試得過 嗯 我也覺得真的試得過 因為我們身邊都 真的有這樣的實例 因為你還在讀書的話 就說很多機會 認識到新朋友 出來做事就比較難 交友APP 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我覺得 但是你女生 或者就算你男生也好 玩這類型的APP 都最重要是自己小心 你不知道會不會被人騙才加騙識 下一個 他當我是朋友 但我不知不覺喜歡他 就是被朋友鬆了 試問你被朋友鬆了 你會怎樣 朋友鬆了 就是做Friend 你FriendFriend 下可能有機會 做不到男女朋友 做一個朋友 都不錯 我覺得 真的 感情怎樣才可以維繫長久 我覺得每對情侶有自己的相處方式 即是好像我們這樣 我們每天都見 即是有些情侶是 如果他每天見的話 反而是維繫不到感情 找到自己的相處方式 就行了 而且要一粒一粒 不可以兩個同一個性格的火星撞地球 而且有些事情頂不住的話 就盡早說 不要去到最後才說 我覺得互相支持也很重要 譬如我要去拍片 或者我從未拍Youtube開始 去到我想拍 那你是會支持的 即你是會分析一下利弊 去支持的 但是有些男生可能第一下 就會說 我覺得你不行了 你還是放棄 他覺得那件事不可能的 就已經抹殺了你的機會 如果我對著一個這樣的伴侶 我覺得會很慘 下一題 因為一個男生對我很好 然後我喜歡他 又發現他好像不是喜歡我 久前不清 在男生的情況下 你為什麼會對一個女生很好 對著一些有少許好感的女生 才會對他很好 除非你說是很普通 很純粹 那些 譬如幫你開門 你都說對你好好的 那沒話可說 如果是送女生回家 如果你是沒有好感的那些女生 通常你送她上的士 她回去跟你說聲 就已經結束了 對呀 如果送到樓下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說 那你覺得她有沒有去馬 那個女生說出來 會不會很不矜持 有很多手法的 你最喜歡聊一下她 看看她有沒有反應 都是這樣的 拍拖就是這樣玩 你遇到誰那麼聊你 不是呀我還是聽回來 這個問題是 本身有一個男朋友 現在出現了一個年齡小的 弟弟 相處落發現 弟弟和男朋友 正在互補性格和行為 那兩個男生 是不是應該在一起 哈哈哈哈 什麼呀 他都沒有說過他自己 可能男朋友 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譬如不夠care 那我弟弟就很care 但譬如男朋友很成熟 但他想的事情很幼稚 我覺得怎樣選回男朋友 你新出現那個 當然是有新鮮感 什麼都好 一個非常香港現實性的問題 兩個家庭經濟狀況完全不同的人 可不可以順利一起呢 我家即是女方家 是中產 男朋友是要一個養全家 那我男生很介意 上人家家有沒有雞腿吃 當然 你說吧 那個女生可以做些什麼 嗯 那個女生就是 看看可不可以 表現到他肯 跟男生一起捱 如果表現到的話 那我想 那個男生信心大增 還會舒服一點 大時大節都難免的 可能 即是新年那些日子 你知道兩個 家庭環境不一樣的 過過節日永遠都是 有落差的 我覺得 你本身你的生活習慣 都可能要為那個男生 轉一轉 去show到 你平時 平時那個女生是搭的士的 那你就 嘗試陪個男生搭巴士 甚至你生活那個 標準 可以降低一點 即是你不用 餐餐大魚大肉 你可能陪他有時候 捱一些大交流 大發會M記 那你們都是拍拖 那我覺得那個男生會舒服一點 吵架的時候 就怎麼都不可以捱到他 家庭背景的這件事 很傷的 如果不是應該直插心臟 會 會 記一世 我覺得成熟的女人應該 做很多事情都是為了自己 而不是為了身邊那個 或者任何人 即是你要懂得為自己打算 不要一味執著 可能旁邊那個伴侶 這題是 失戀了已經一個月 已經暗電 昨天遞了他IG和Snapchat 今天忍著又教訓 怎樣可以好好放低 你失戀怎樣面對 我都忘記了 沒錯 真的要忘記了 對啦 總之你去到自己已經忘記了 失戀又多痛 或者失戀那時候是怎樣走出去 那時候就代表你已經走出來了 其實你首先不要忍不住先教訓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狠心一點 如果你一直堅持著他 的東西 其實你是怎樣都走不出來 對呀 你不停想回 怎麼會走得出來 失戀的初期 我會不停想 對方有多絕情 有多壞 到後來 你自己看完 覺得他真的對你很壞 那你就自己不想再看他任何東西 或者覺得這個人不值得你去 為了他不開心 或者生氣 或者任何東西 總之你不要記住他對你有多好 任何社交平台 unfriend他先 你覺得男生看重 女生哪些特質 從而令男方想追求女方呢 你第一件事是不是看樣 對 沒錯 我覺得第二件事就開始跟他說話 那時候 兩個人的頻率是不是對 很多女生你會跟他說第一件事 你就知道自己不是跟他同一個世界 對 例如呢 我說話他不明白 他說話我又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真的 譬如 一起走十分鐘 掉了九分鐘 air 再下一步有什麼特質 會馬上很想他做你女朋友 哇 是啊 我好重口味 笑 我知道 你不喜歡好港女的女生 開口埋口都是名牌的 你一定先排除她 開口埋口送東西 真的好可憐 笑 如果一個女生跟你說她平時喜歡看書 有沒有加分 沒有 那如果她喜歡看動漫呢 都不會特別加分 那如果懂得照顧人呢 懂得照顧人 我也懂得照顧人 加什麼分 對就對 那個特質謎就是feel 有些人看樣子 有些人看腳 有些人看胸 那你看什麼 笑 笑 沒有啦 有空就知道 笑 笑 笑 這一題是 覺得男方幼稚加上溝通不了 一起了幾年 還想過應該繼續放手 還想過應該繼續 磨合到可以為止 對啊 兩個不可能完美 啊 男方幼稚 你給他一點時間 我覺得 上班之後 就差很遠 他接觸了這個現實的世界 男生認識到一些很聰明的人 令他自己更加有所謂的上進心 我覺得也很影響 究竟他還是幼稚 還是想事情會成熟一點 我喜歡的人 都不喜歡我 你喜歡的人 沒到 當然有機會沒出生 男朋友之前結過婚 有兩個女 但是不是跟他一起住的 經常都很介意 他兩個女生存在 才可以不太執著 男朋友之前有些什麼 即作為現任 應該都很介意 就算他在養一隻跟前男生一起的狗 也一定有些介意 就是看你慢慢 可不可以跟那兩個女生溝通 你跟他們溝通了 總會發現一些他們可愛的地方 或者值得給你愛的地方 而且我覺得不一起住已經很好 我覺得 你作為別人的女朋友 她的女兒是她的家人 你愛她之餘 要愛她的家人 這個幾點 你介意到你想盡辦法 都撇除不了的話 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 因為這個問題 將會是你們人生幾十年之後 每次吵架都會吵架的問題 你可以做個結尾嗎 OK 走了 拜拜 你說完走你不走 走